小馬可是線上花圈 向美國海軍陸戰隊 陣亡將士致意 這趟出訪 當然不能忘記 與美國國防部長會面 奧斯汀在重申南海協防 兩國將該地納入雙邊防務準則 一旦任意國遭攻擊 將共同抵禦外敵 強化結盟對抗北京 不言自明 小馬可是受訪提到 要是台海戰爭 菲律賓基地將提供美國協防 但也強調 美國絕不會要求菲律賓派兵 美國情報總監 繼續示警中國大陸威脅 海恩斯在美國國會年度 简報再提台海開戰危機 有見於臨近國家威脅升溫 日韓近期也是動作頻頻 日本首相安庭文雄中日將訪問南韓 恢復時隔12年的穿梭外交 南韓總統 尹錫越高規格準備 然而再也不給面子 罵聲一片 尽管再也不滿清美清日的陣營外交 但尹錫越政府也沒停手 駐華府大使趙東賢還透露 未來將尋求韓日中三方合作集會 TVBS新聞 通不到